为什么装子弹都用木箱,而不用铁箱,做梦也想不到还有这个用途提到战争,并不是扛着墙就去干这么简单的,一场战场需要动有大量的人力,物力和财力,就好比战争最常用到的子弹,需求量十分的巨大,因此在随军打仗的时候,为了保证子弹的充足,都会运输大量的子弹。 那么在子弹运输的过程中,大家会发现,子弹都是采用木质的箱子,而不是铁质的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铁箱相对于木箱来说,防护性能明显更好,一旦受到袭击或者是颠簸,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,而且一发子弹的成本都高达好几块钱,如果保护措施不做好,那也将是很大的损失。 其实之所以选择木箱,第一个出发点就是考虑安全性的问题,写着箱子如果发生碰撞木杂的话,很容易产生火花,是非常危险的,像自带这些高威的武器,都要远离明火。 所以仅仅处于这一点的话,在运输箱的选择过程中,就不会选择用铁质的。 除此之外,像捡箱子在挤压的时候,一旦变形,无法做到自动恢复,很容易造成挤压,也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 而木箱子很好地规避了这一点,而如果为了增加保护效果,而换用更加坚固的铁箱的话,那么其重量也将大大增加。 士兵在搬运的过程中,也将消耗大量的体力,不利于士兵的日常作战。 而且铁制箱子的成本,也比木箱要高很多,虽然部队不在乎这点经费,但是这也算是铁箱的弊端之一。 而最令大家想不到的是,木箱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,那就是在关键的时候,可以用来取火做饭,甚至在士兵受伤的时候,还可以用来固定骨折。 在这方面确实是铁箱没法比的,这也算是木箱的隐形优点。 要知道在恶劣的战场,想要找到合适的工具是非常难的,木箱显然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,尤其是子弹作为士兵常用的作战工具,遍布于战场的各个角落。 木制子弹箱,不但可以很好地保存好子弹,还能起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作用。 所以一直都是各国军队的首选,而现在随着树木资源的不断减少,木箱也将逐渐被塑料箱子所取代,但不管什么时候,估计都轮不到铁箱上场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